当年啊小蒋爱吃的还有苗栗头粪正中正路上面一家客家粽子 这飘香半个世纪客家粽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糯米不放酱油的 而且是用蒸熟的方式来代替水煮 一口咬下去颗粒分明香Q弹牙 就是这一颗客家粽 让老超们天天光顾百吃不厌 糯米粒粒分明内线扎实香浓闯口 就连蒋经国下乡时也登门尝鲜 虽然店面局处在偏僻的巷道里 但只要每逢过年佳节 小小一颗肉粽一天可以创下卖出三千颗的亮眼成绩哦 这家位在苗栗县头粪正中正路上的客家粽专卫店 已经卖了五十年 老板娘增锈春后露粽子要好吃 首先挑糯米就是关键 他们选的是圆糯米 圆糯米的特色就是比较Q比较亮 然后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劲 很香越嚼越香 老板娘蹲在地上打开水龙头清洗糯米 接着还得浸泡两个多小时才能放进蒸笼吹煮 前前后后吹煮二十分钟 打开蒸笼盖子热烟和米饭香立刻窜出 米饭饱满晶莹剔透 腻头忙着用猪油和蒜泥爆香 所以倒进刚出炉的米饭一起快炒 米香和蒜泥融合 咸中带甜香味四溢 所谓的客家粽米饭先蒸再炒 且不加酱油 至于粽子内馅则是交由老板负责 老板这双手可没休息过哦 左边忙着炒猪肉加入蒜头酱油和新鲜 温体猪肉快炒 右边则是忙着炒虾仁和菜豹 老板忙得不可开交 但可没有忽略内馅品质 讲究用心和耐心 将内馅炒得香气四溢 瞬间勾动食欲 整个后院都是馅料香味 巴不得偷尝一口 可别看老板娘个儿头小 每小时能够包出上百颗粽子 这包粽子的叶子也很与众不同 老板娘选用的是贵竹笋的 白色叶子 它很有可以蒸的 那个时间可以蒸比较久 而且米不容易蒸烂 然后打开来的米的香味比较香 将糯米 猪肉 虾仁 菜脯 统统包进叶子里 三食不偷工减料 也不添加化学成分 要将饱满的粽子送进掏客嘴里 井然有序的节奏 仿佛像是一台节拍器 这台机器可是老板请日本人 研发的专门用来包粽子 林乔只是这么一彩 绳索马上裹紧粽子 而且还会打个漂亮的结 比人工包得还要漂亮跟精致呢 包好的粽子 准备放进蒸笼吹煮咯 眼尖的你应该也有发现 老板娘特地在蒸笼里 放上几片绿叶 这小小的动作可是大有学问哦 第一个吸水 第二个有那个香味 就是很远的人就能够闻到 哇 你家就是 真的粽子好香哦 时间一到打开蒸笼盖子 哇 粽叶香和米香伴随热烟飘散开来 拨开一看糯米真的香Q软嫩 外表油油亮亮 猪肉虾仁的内馅也炒得香浓入味 再淋上老板娘独家自制的 蒜末酱油或是辣椒酱 咸甜适中叫人魂牵梦营 就连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也特地来这里品尝粽子 寻找儿时回忆 它的饭比一般外面的粽子还Q 它的馅有很多 很香 就它有菜脯还有萝卜干 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啊 然后因为我哥很喜欢 吃这边的肉粽子 所以要再去美国给他吃 就是它很Q 然后它的 因为它跟一般粽子不太一样 是一般粽子它可能降一个 就是整个包着 它味道就是很 就是料没有非常复杂 可是它很香 吃起来比较Q 还有它的那个馅 不会说很油腻这些 一口肉粽配一口苦瓜排骨汤 最正点 这汤头不加味精 单纯是用排骨熬出来的高汤 再加上苦瓜一起炖煮 这苦瓜炖得软烂入味 一点苦味也没有 汤头清淡甘甜 再来点客家福菜增添风味 老板娘说很多台北人 专程开车来到苗栗 只为了喝这一碗苦瓜汤呢 汤头真的很清淡又好吃 超好喝的 很干 很甜 很香 第一代老板 第一代老板当年只因为想贴补家用 才兴起卖粽子的念头 没想到这一卖就是五十个年头 店面没有醒目的招牌 也不是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旁 就靠上一代传承下来的客家粽 紧紧抓住美味陶客的心